有米人湯一清 無色無味的碳酸清辣犬 加進食水穿過紅的日外湯公仔 馬上變成了公仔雲爪 南島雲爪幾正式電氣 為了起因UK前來洗雲爪 業者是發肥創意 推出了公仔雲爪 希望讓洗雲爪增加一些新鮮感 因為我們錦鄰日月潭 就是這個魚池的紅茶是非常有名的 那我們希望說 可以加入我們的浴池裡面 那我們嘗試了很多次 後來發現其實紅茶加入我們的浴池 它的皮膚會比較光滑有彈性 並且會有泡出會有淡淡的香味 紅色的雲爪 UK真正是第一次體驗 日外湯公仔特有的香氣加在雲爪中 讓整來洗雲爪的UK感覺是很特別 沒想到用來喝的紅茶 原來也可以用來洗雲爪 很舒服然後皮膚會瞬間變白 我覺得它除了顏色不一樣之外 因為一般溫泉通常都是透明的 那它除了有紅茶香之外 顏色也很特別 泡起來之後我就覺得身體很滑順 中泡塞精神料理大火炸蠻火燉 好看有更好吃的料理 一項一項香像豆腐 洗雲爪以後感覺不夠餓的客人 剛好來吃一頓好料 配合雲爪幾乎 雲爪加上用性的雲爪餐 讓UK感覺是更加香燙 雲雖然是有脹味 可是我覺得它不會有油膩的感覺 但是吃了還蠻養生的 然後它有搭配一些蔬菜 還蠻清香的 剛泡完湯肚子一定會很餓 那我吃到這一道呢 它是用菇類來做的 那加南瓜的醬汁 因為菇類原本就還蠻不味的 結果這樣搭配南瓜我就覺得很好吃 然後也很養生 酒廠我做的紅麴 那我拿來炒飯 紅麴炒飯 然後還有我們埔里 大瓶頂那邊生產的那個南瓜 那南瓜的話 我也是把它拿來做點料理 然後包括還有山藥啊 柴椒啊 還有杏意香的梅子啊 都拿來放在我的料理當中 在這裡表示 秋冬狗拿幾種 才是洗雲爪的最好時間 希望精心設計 紅麴雲爪加上美食 可以讓UK不一樣的洗雲爪享受 配合南瓜雲爪幾個基盤 原來各大雲爪庫 也都推出優惠的路由折扣 歡迎大家百億機會 來跟南瓜洗雲爪吃好料 接著我吃成蔡芳報道